中国有一个中国国家现代化是不行的 好,这是国家级的,现代化是不行的 那么支付清算体系包很多,业内的,还有银行卡,还有新资算 还有核心这些是中国现在支付型,支付主要是清算 因为支付完以后主要清算这个钱怎么分开,不能改变一下数据 现在支付型 这个支付型里面就包括大楼货帐,小的支付,还有支付影像交易,还有网上的支付清算体系 这个支付影像交易怎么进化呢,这个东西是个变质化的地方 这个比较多,我在美国的时候,他们钱给的是少 给支付货帐,还有我们报销的时候,我出个拆,到那个网上回来以后,报销 报销时间特别长,报销完以后呢,它寄上支付货帐到你家里面 然后你拿上支付货帐以后呢,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你就开车来装那个网点去兑换,兑换很简单,你后面再倍数一下,是吧 就可以把那个钱给起来,是吧,这是一种方式 另一种方式怎么呢,就是你拍个照,还有一个网络桶,还有一个手机AP 然后你把这个正面反面拍下来,然后它就能够识别以后,也能够反面的 这个网络就是支票影像交易,就把支票给拍下来,变成支付货帐 那么清理账户管理系统,那么有这个支票,其实这个支票影像交化系统是一个技术 支票影像交化系统,对面隐含一个第三级技术 然后这个现代化的支票影像交化系统,它简直CNAPS,是国家金融中心网 它是各个银行,是货币市场的一个公共支付清算的一个平台 它是各个银行货币市场的一个公共支付清算的一个平台 它是以支付性为核心的,支持各个银行的一个大平台 那么国家处理中心分别与各城市处理中心连接,其通信网络采用专用网络 以地面通信为主,微信通信备份 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是支付性的重要参与者 各政治性银行,商业银行可以利用行类系统通过省会城市的分支行 与所在地的支付系统CCPC连接 也可由其总行与所在地的支付系统CCPC连接 就是它这个 所以它地位很厉害的 各个行之间的业务清算的话,都在它这些空间 所以央方又是精算行动的很厉害 它就快捷合它去 所以现在的话都会有没有造型,还合着 最后要查核 集查核了 这就是核上业务就看这个东西了 对不对 就核了一下,会有没有错误 这个CNAPS暴宁新机构式 这个听到吗? 这句话要注意,记得心里面 CNAPS是中国现代号的支付系统 暴宁新机构式 基本上采用SWIFT暴宁新机构式 CNAPS的目标是建立起中国未来支付系统的基础设施 即连接支付应用系统中处理中心和各家银行之间的全国通信网络和各界人之间的一个处理中心 所以这个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它首先是什么? 它首先定位就是一个全国的通信网络 同时还是一个处理中心 这是它的定位 第二个是还要开发出支付的一个利用性 包括大额的、小额的、支付 全部是它这些完成的 第三个是要以往为为 这个通信网络的话 要保证这个应用系统能够高效 这是它的设计目标 这个设计目标最后实现花了五年时间 中国现代化的通信网络 主要是大额、小额、青春之外 有这么多这些功能 是吧? 然后一个大额实施支付 大额实施支付 现在大额支付的话比较快 甚至实施的 现在规划是不快 马上到 这个时候处理这个资金 同行用满车 那么还有小额支付箱 小额支付箱的话 跟这个大额的 就是要小一些 处理业务的话 也是遵循这些支付箱的规划 小额的话可以多比进行处理 小额的话也是这个体结构 上面也是两层 它这个也是跟这个大额的很大的一个类似 小额它也是有普通代计啊 定级代计啊 等等这些 这些支付箱的业务 那付款房它说五万以下的 它就属于小额的 是吧 它说五万以下的可以行这些支付业务嘛 也是像这个它业务流程的话呢 也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的业务就是收些煤气费啊 水定费啊 是吧 它这些私人的是吧 小额的 它起的 小额的 它的处理由于跟那个大额的也一样 也要经过付款行 到省机的是吧 然后到这个贵购省机的 然后去清算 是吧 看哪个行 你是哪个行的 你收费单位是哪个行的 你说煤气费的 比如说工行的 你从经行付钱呢 你也得从那边进行这个清算 是吧 嗯 好 然后呢 实时的 它也可以实时的付款 是吧 实时付款 实时付款以后呢 也可以完成这些事情 还有普通的定期待机业务出流程 这流程的总体呢 都是最近这种过程来做的 现在的话 支付系统里面还有 还有网上跨房的支付 还有网银的代机业务 所以通过网上进行一个处理 支付风险的控制策略 CNAPS采取的支付风险控制策略 包括清算账户集中管理和清算时的 时效控制两种 第一是包括清算账户的集中管理 而所有开设在各地中央银行的集算账户 都必须在物理的集中的CNAPS中全国处理中心 这样全国各地所有通过CNAPS的资金清算 全部支付到全国清算处理中心 进行全额和净额清算账户核算处理 而清算时效控制 CNAPS的清算账户处理系统 SAAPS是一个标准的通用的会计财务处理系统 该系统功能包括支付业务的清算 清算账户的管理 清算资金的合算 资金这段状况的统计分析 与实时控制等 它采用复式借贷记账方法 包括明细核算和综合核算 SAAPS提供实时全额与批量净额两类整体接口 大额式支付系统 小额批量电子支付系统 会计集中核算系统和其他应用系统 都可通过这些接口调用SAAPS功能 实现资金清算 而清算时效的控制 SAPS通过日间透支限额的管理和监视 对清算失败的通知和监视 及对人巴币贷款历史的监视 实时清算风险监控 SAPS管理所有交易 对历史数据进行存储统计和分析 为金融宏管调控提供管理信息 SAPS的处理可以分为联级处理和批处理两类 其联级处理包括存取款交易 记账账户管理查询监视对账的 批处理功能包括同层清算系统 记账清算窗口数据库生成 记录数据文件生成的 此外对不同应用系统 采用如下不同的时效控制方法 以小额变质支付系统 人民银行的售报行 将所计算的所有支付业务 按商业银行进行扎差处理 每日营业结束前1.5小时 将差额送全国处理中心 但由后者进行净额资金清算处理 考虑到代际支付 定期阶级支付和预先授权 提及支付的风险 不同支付生销分别为第二天和第三天 此外对不同的支付应用系统 采用如下不同的时效控制方法 对于大额实施支付系统 该系统处理的每笔交易 金额都很大 由全国处理中心 足笔金额清算 实施最终完成 中国银行 中央银行将允许清算账户 在限额内出现日间透支 但是不允许出现隔夜透支 对账户余额不足的支付指令 采用排队等待机制 但有足够的资金进入该账户时 只自动支付 在每日营业结束前1小时 停止接收大额支付交易 以便结算账户 余额不足的银行 有足够的时间借贷资金 保证支付的完成 由全国处理中心完成全额结算 分发的所有大额支付交易 一定不能撤销 这就是一个做现代化的一个 下节课我们要讲国外的电子 支付系统 大概讲一些课 好